來 最大張的名勝 名勝 你在當兵的時候 當兵的時候不都是男生啊 陽氣都很重 所以你當兵有一個 靈異的經驗喔 對…因為我是在 手榴彈丟不遠 抽籤抽很遠 所以我抽到金馬獎 跑到外島去了 對…我連20公尺都丟不到 對…抽籤抽到媽祖去 你這麼大張 20公尺丟不到 所以那時候比較瘦弱一點 然後後來跑到媽祖去當兵了這樣 那剛到部的時候 也有那種學長說 你要站上 我跟你講 那裡有鬼 我跟你講怎麼樣 然後我說 學長你不要跟我講 我會怕這樣 你不講 我不聽 對… 我可能反而不會有那些聯想 這種無聊的學長 對 就是很要不得 然後我就不聽… 他說你不聽 那個你會後悔 我說不會…不會後悔 這沒有什麼後不後悔這樣 然後我大概講一下 我們那個哨的地理位置 我前面有一個哨所 我後面有一個哨所 那等於就是兩個哨所是面對面 那因為他哨所剛好在一個制高點上面 那後面就是懸崖 可以看得到海 對…那我們是就站在一邊哨所 就單哨一個人 然後配真槍實彈 對…那… 對面沒有燈 但他有一個感應式的 就是有人經過的時候他才會亮 就是有東西靠近的時候他才會亮 那正常來說是不會有任何的燈光 對…那離就是安全士官 大概有100公尺的距離 真的還滿遠的 就你跑過去可能還要需要一些時間 那就一個人站在那邊 那那天晚上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是聖誕節 因為家菜開始在飄毛毛雨了 我就唱著歌 我就唱了一首台語歌 然後就哼著歌這樣啦 然後我就…我只是小聲哼 然後我也沒有到很大聲 然後這時候我就聽到 我的後方突然有一個聲音是 女聲非常清楚 她是… 然後她就是大概是這個旋律 在跟著你哼 那我一直說… 同一首歌嗎 就是那個旋律有… 真的就是有稍微搭到 然後我就在想說 這個會不會是風聲 因為我後面是一個紹亭 它可能有一個洞 然後是會有風灌進來 我一直強力的說服自己 可是那個聲音就是開始在你的 左右環繞 它真的就是… 就是你突然我就覺得 完了 那是真的 然後我還一直在思考說 不是 是風聲 是風聲的時候 我的左耳突然就… 就是… 它要讓你知道 它的存在 對 然後我嚇到 它是跟你哈氣嗎 對 它就在我左耳就… 我跟你講 我真的嚇死了 我就… 我就衝出哨庭 衝出哨庭的時候 對面那個感應的燈就亮了 然後我就看著 因為突然黑暗 然後突然又看到亮的地方 其實是一片模糊 我就在雨中就稍微等了一下 然後我一直在看後面 是不是有人 因為那個 你整個感覺就是有人在那邊 它跟著你哼 然後又左右環繞 然後又在你旁邊 哈了一聲 我就驚魂未定 然後雨就越下越大 我看著後方根本沒有任何東西 因為它也沒有任何遮蔽物 然後我在想說沒有辦法 因為雨越下越大 如果槍撕掉了 進去我會被學長罵 我大概站了大概三四十秒說 我不行 我也不能衝進去 我說我遇到鬼 因為有人要來頂我的哨 我感覺是想要去吃夾菜這樣 也不行 對 然後我就 硬著頭皮就站回去 那個真的是硬上了 真的是硬上了 這輩子沒有那麼痛苦過 我就硬上回去 然後我一直跟自己說 剛剛是聽錯 絕對是聽錯 絕對是聽錯 然後我一直在說服自己 真的不到十秒鐘的時間 那個聲音又來 哈 又跟著你哼 我跟你講我也走不動了 因為我真的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是念佛號 我也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是在這裡當兵 我就有把他念出來 我說不要害我 然後我很乖 然後就是 我下次上一招 我會帶東西來拜什麼的 對不起 對不起 阿南無阿彌陀佛 我就一直念 一直念 然後我就 因為那個他還是在哼 可是我就是用我的聲音 把他蓋過去 然後就是念念 念了不知道多久 學長就出來接哨了 那我也都不敢講 對 那接哨了也是一個菜鳥 對 我也不敢跟他講 這個就不用交接了這樣 下哨之後我就驚鴻未定 就全身有點半屍 我就坐在那個床上 然後我就在想說 應該是吧 已經那麼明顯了 我還要說服自己說是風聲嗎 然後這時候剛好那個 想要講鬼故事的學長 剛好又進 欸幹嘛 驚鴻未定 見鬼啦 他就剛問我見鬼了 然後我就說 學長 請問一下你之前跟我說哨所 那邊有一些狀況 那個是怎麼樣 你可以跟我講嗎 他說 他就說詹哨不能唱歌 如果唱歌會有一個女的 跟你一起唱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他說幹嘛 你看到鬼 你有唱歌對不對 我就說 對 我有唱 他說那你們看樹上 我說看樹上幹嘛 因為哨所對面 另外一個哨品的旁邊 也有一棵樹 燈是夾在那個上面 那你們看樹上 我說看樹上幹嘛 他說樹上會做一個女的 在唱歌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我就說 我說我沒有看樹上 我說我心裡想 還好我沒有看 我說我沒有看樹上 他說他就看我身上 那你全身濕噠噠的 下雨 我說對 下雨 下雨他會在哨品裡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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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太多了 對 然後我就 真的有點崩潰 坦白講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開始 我就 我覺得頭就開始痛 然後後來 我發燒 生病 然後腸胃炎 然後全休了一個月 真的全休了一個月 對 然後開始身體的症狀 都開始慢慢出來 像牙痛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出來 然後那時候就是還長痔瘡 對 就外島就割痔瘡 然後那時候還被同袍的噎魚 因為那時候就取錯號 大家愛取嘛 然後那時候就叫小智智 對 下次 那為什麼要叫小智智 不叫小智 因為長兩顆 對啊 所以就是到快退伍的時候 快退伍的時候 然後就是當地的那個網咖老闆 然後就看到我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就是 差不多都已經在玩了 也沒有什麼雜物了 然後網咖老闆就 欸 你是不是要退伍了 我說喔 對對對 他說 你看起來 剛來沒多久 現在就要退伍了 那 其實坦白講 你們現在外島當兵都輕鬆啦 很快就可以退伍了 以前在外島當兵 能活著回去 其實你就要偷笑了 我說哪有那麼嚴重 他說你們連上 那個很多果絲袋什麼的 而且你們連上也很多事情啊 還是什麼 那哪裡有一個老爺爺 怎麼樣有的 每一個老兵什麼的 我說我沒有遇過 我沒有遇過 然後還有那個門口 一個女的很有名啊 我說 因為我後來已經掉到外聚點 我沒有再站在那邊 我說那個 老闆你說那個 門口女的是怎麼樣 他說很紅啊 你不知道 我說我不知道 我說但是我有遇過 他說就在你們哨所那邊啊 然後我也都沒有講 我就先聽他講 老闆就跟我說 那邊有一個女的 總是會在那裡徘徊遊蕩 然後有時候也會在樹上 我說那是什麼一回事 老闆說他聽他爸爸講 他爸爸然後跟他說 就是可能在很久以前的時代 那邊一樣是軍營 然後 但我們那個地方原本是後門 對 然後從台灣到外島當兵的 一個阿兵哥跟當地的一個女孩子 談了戀愛 然後後來那時候比較長吧 好像都要當一兩年這樣 三年 三年 對 然後後來那時候聽說是 那個男的在戰哨的時候 戰夜哨的時候 當地那個女生會去那裡陪他 戰哨 然後跟他唱歌還是怎麼樣 後來男的回台灣之後 把那個女的甩了 那個女的跑到附近的樹上 對 所以後來就有這件事情 我都沒有跟他講 我是整個聽完他 對 那我確實是遇到 那絕對不是瘋 對 這是麻辣鍋了吧 這是麻辣鍋 對 OK 子龍老師 馬上來幫我們進行一個 恐怖的心理測驗 好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題目 等一下再告訴大家要測什麼 一樣是鬼故事集的 就是去鬼屋探險 一開門進去的時候 你發現鬼會出現在哪裡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鬼出現在天花板 B的選項是廁所 C的選項是衣櫃裡 B的選項是桌子下 鬼在哪裡呢 直覺來選 好 閩慎 A A 對 好 信同 B Eason 你 我覺得應該是在衣櫃裡 也要打開那個門 因為天花板你已經遇過了 所以再來 哈哈哈哈 所以下一隻會在衣櫃裡 沒有 不要再有下一次 好 來 他也是廁所 好 我廁所加1 我覺得桌子底下 對啊 好 衣櫃 不是 我覺得天花板比較恐怖耶 這一集要測就是 我的靈異體質的指數有多高 靈異體質啊 對 我們就常常 不見得是靈異體質 可能是你靈異指數 碰到鬼的 機率 機率有多高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A選項 天花板的現場由 閩慎跟篤霖哥 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靈異體驗的指數是 25分 還好啊 還好 25分 他們是呢 氣場強大 不害怕 他們自己本身呢 是TT週的 他覺得說 除非真正讓我遇見了 不然的話 我基本上聽人家講 聽人家謠傳 聽人家瘋傳 我都不會相信 而且他就算聽人家說了 他也要講說 那我親自看看能不能遇到 他很會求證 所以他們是鐵齒組的 有的時候真的要 親自遇到了他才會相信 所以他很多事情都 抱持著保留的態度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選擇B選項 廁所的現場有星童 還有周老師 艾菲老師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的靈異體驗指數是 60分 好 他們是怎麼樣呢 就是 隨緣而遇 而且都是眾生 他們遇到這個靈異的現象 他們都會認為說 這就是眾生 這是每一個人都會遇到的 可能以後我們往生了之後 我們也是變成那個靈體 所以他們基本上就是隨緣 有遇到那就是緣分 沒有遇到 就保持一個互相尊敬的態度 所以他們的態度是非常開放性的 很實在的 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C選項 衣櫃裡的現場Eason 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靈異體驗指數是 120分 我不知道 100分的帳範是怎麼樣呢 就是 靈異體質 阿飄愛你 你知道嗎 可能是明明中 阿飄 給你這一份賺錢的工作 對 阿飄會覺得說 你比較能夠跟他們溝通 磁場比較接近 他們出現的時候 你會有感覺 就比較會有效果 所以呢 選到這個選項的朋友們 其實你們都 明明當中 有一個靈異的體質 很容易去感應到 這些超自然的能力 有的時候 如果你走到一個地方 覺得全身 好像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那個地方肯定有鬼 肯定有阿飄 然後可能他會告訴你一些故事 就把這個故事 感覺 分享 分析 分享出來 所以阿飄是非常愛你的 喔 好 不要躲 越躲他越追你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選擇 第一選項 現場由 金屯姐選到這個選項 桌子下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靈異體驗指數是 哎呦 好 他們是怎麼樣的呢 就是膽小害怕 自己嚇自己 其實有時候並沒有這樣的事情 自己也感覺不到 可是別人越講他越害怕 越害怕他就覺得越有這麼一回事 所以他可能聽完了鬼故事之後 回去啊上廁所啦 很害怕 然後躺在床上 也覺得床下有一個鬼啊 然後開窗簾 他也覺得窗 旁邊窗戶旁邊就站了一個鬼 他很容易自己嚇自己 但是其實他很多時候如果太常嚇自己 有時候就真的會碰到了 所以自己嚇自己就嚇成真的了 給大家參考 來謝謝老師的提醒 來休息一下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睡覺多睡 不要熬夜 那你讓你自己的身體是比較健康的 那當然就陽氣度比較多 而且平常的時間也要多多曬曬太陽 這樣子的人通常比較不會 那如果說你常熬夜 或是說又不曬太陽 那可能你的陰氣會比較重